歡迎收看新聞英語解析 大家好 非常高興又到我們新聞英語解析的時間了 那麼這個時間最主要是針對於國內外新聞 來加以分析剖析 特別是國內大家所關注的新聞教的議題 從英文這個角度一方面 能夠增強我們的英文閱讀實力 再方面也更容易掌握國內外重要局勢 好的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新聞英語的這個 標題是什麼呢 Counselors students urge public to support amendment to lower your voting age to 18 好我們看一下這個是在講什麼呢 Counselors 那麼這個是 所謂的顧問 Counselors 顧問 那麼它是名詞 顧問 那個也可以叫做這個 所謂 一元 那麼這個地方是指四億元 四億元 就名義代表 Counselors students 學生 而是 Urge 那麼 urge 這個字我們以前講過的都是 就是催促 敦促 激勵 催促 動詞 那麼這個字後面要放一個不定詞 催促某人去做什麼 催促這個public就是大眾 一般的人民大眾 特別是指這一次可以投票的公民 可以投票的公民 大眾能夠去 support 支持 amendment amendment就是名字 叫修正案 什麼樣的修正案呢 to lawyer 降低 voting age 這個是一個 vote vote是動詞 就變成形容詞了 叫投票的年紀到18 不是80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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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也就是說 這個Counselors student urge public 那麼有議員呢 有學生呢 敦促這個大家呢 要去支持這個修正案 也是降低這個 投票的這個 可以投票的門檻 的這個年齡呢 到18歲 也就是讓18歲的人 也可以有投票權 那麼這一次呢 也就是說除了這個 我們大家都知道 縣市長選舉之外 選舉 在這個禮拜六 即將展開了 每個人都有一個 這個所謂的公民 都有一個神聖的一票 要去來決定 到底 那麼誰來 未來的領導我們繼續 在縣市的四個首長 繼續領導我們 往前走 那麼大家每個都有 這個神聖一票的頭像 心目中理想的這個 對象 除此之外呢 這一次呢 也有這個 所謂的 這個所謂的公投 公投案 也就是到底18歲 能不能投票 也是這一次呢 要來做一個公民投票 來決定是否 18歲能夠來 未來能夠進行投票的 整個一個選舉 整個選舉 所以這次的選舉可以說 這個非常的這個 多了 這個每個人都要準備好 來決定到底要怎麼 來 做一個選擇 好 那麼這個就是 就是我們 那當然就 因為這個 18歲的這個 是否能夠投票的這個案呢 有很多支持者呢 就開始來 大力的鼓吹 希望能夠通過 我們來看一下 整個情況是如何 好 整個先把它全部唸一遍 然後再來做一個分析 Besides choosing the next local leaders 台灣會 head to the polls on Saturday also to vote in the constitutional referendum to decide whether to lawyer the voting age to 18 the referendum has a higher threshold to pass requiring at least 9.68 8 million votes in favor 那麼 to drawn up support for the amendant the head of the forward alliance ignore Wu joined several councilors councilor candidate to sweep the streets on Tuesday that's hear from them Innoc Wu Forward Alliance as you all know you can serve in the military as young as 18 serving is the most extremely sure of support for our nation that's because we have to swear that we will stand up for our country in battle 好 那麼大概看完這邊大家就了解到 那麼這一次的這個可以說是很多人開始要大力的鼓吹 能不能把這個修正案給通過 那當然就要看大家的最後的抉擇了 那最後的抉擇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那麼這個裡面的內容Besides 這個叫除了 但是除了有兩個一個叫Except Except 一個叫Beside 這個Beside是加啦 Except 減 那麼加 就是除了這個呢 Choosing 就是除了這個之後還有 還有 再加上 那麼除了Choosing 這個本來是 Choose G-H-O-S-E 然後把E去掉 加上就是Choosing 那麼選擇的Next 下一個Local 地方上的一個Leaders 的這個領導人 這個地方上的領導人就是縣市首長 這一次呢 最主要的 這個這個 就是有關於這個 縣市長的這個 這個大選 大選 那麼 Next Local Leaders 那麼除了要選擇這個 下一次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 這個所謂的 這個地方的這個 首長之外呢 Taiwan will head to 這個head是投了 但是這個不是解釋人頭 是動詞 head to 就投往前 這個前往 往前移動 那麼 台灣呢 也即將的前往這個Pores 這個Pores 就投票 這個名 名詞動詞都可以解釋為投票 就是大家都要去投票 那這個地方 這個名詞 還可以當做這個 所謂的民意 像我們很多人常說民調 民調民意就Pores 好 也說台灣 將前往這個 這個所謂的投票 在禮拜六 這個台灣就是所有台灣人 所有台灣人 那麼 那麼也 也要去投 去投票 除了這個 前往去投票 在禮拜六 同時也要去投票 在一個 conditional conditional conditional呢 constitutional constitutional呢 是所謂的 行動詞叫憲法的 本來是constitution 但是這個加的al 變成形容詞 行動詞 就是憲法的 憲法的 本來是constitution constitutional 是形容詞 憲法的referendum referendum 這非常重要 憲法上的一個名字叫公投 公投 公投 由大家 所有每一個 在台灣的這個公民共同來決定 到底應該怎麼做 這就是 多數決 大家來決定 當然他有設定很高的門檻 等一下我們看一下 你沒有過這個門檻是不行的 因為這個是一個很重大的議題 一定要很多很多的 大家共同通過才可以 所以這個referendum 這個公投 to decide來決定 whether是否 能夠去怎麼樣 whether to lawyer 降低 這個就是 我們所謂的這個 名字片 名字片 是否 how to whether to 是否去怎麼樣 lawyer 這個是動詞 降低的voting 又來了一個行動詞 這個所謂的投票的年紀到 18 18 18 當然這個 很多人支持 也有人反對 那到底這次呢 是反對人多還是資深多 就要看這次投票的結果 來決定 下一步應該怎麼走 下一步應該怎麼走 所以 voting age to 18 the referendum 那麼這個公投呢 has a high 有一個很高的 trash trash hold trash hold 那麼trash hold 那麼就是所謂的 名字門檻 trash hold 它有一個設定很高的門檻 因為這是很重大的議題 必須要很多很多人的同意 那麼就trash hold 那麼to pass 有很高的門檻要通過 好這個地方有一個end的省略掉 它直接用的是分詞 requiring 需要就是ask 那麼當然這個地方是有點 這個地方require是本來可以當要求 需要 好 所以它有need又ask的意思 那這個地方比較偏向 這個need需要 需要至少多少呢 9.68 9.68 9.68 Million Million 也是968萬 喔 那人很多耶 968萬 我記得這個968萬 的話等於是這個總統級的規格 因為他這個票 是900多萬 968萬 所以這個是相當多 已經接近1000萬 968萬的這個vote 投票 難怪這些希望透過 希望這個能夠通過的人 很大力的鼓吹 因為這麼高的門檻 968萬 那不是開玩笑 好 那麼in favor的支持 支持 也就是有這麼多人 同意 投票 同意 同意這個 所謂的 18歲開始可以投票 必須要這樣多的票 968萬票 那麼 to drum drum 就打鼓啦 我們知道這個drum名詞叫鼓 那動詞呢 它這個 剛好一個 這個片子叫drum drum 就是怎麼樣 鼓勵 這個說機器 激發 像我們在戰 以前在古代的時候 戰爭的 動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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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 吹起這個戰爭 這個 你要像這一次 這個大選 尤其北台灣也是相當激烈 那相當激烈的話 中台灣 北台灣 大家都很激烈 激烈的情況之下 就變成說 大家都掃接賣票 鼓吹啦 這個這個 造勢 類似像造勢 鼓吹的這個就有點像 這個drawn up drawn up 鼓吹 那麼to draw up為了激起這個support 支持對於這個amendement 這個amendement剛剛我們講過就是所謂的 修正 那麼the head of 那麼這個head就是 頭頭這個地方這個是指領導省 我們這個地方翻成理事長 因為他是一個團體 叫做of the forward alliance 這個地方我們叫壯闊臺灣聯盟 壯闊臺灣聯盟 那他這個是forward 是往前的聯盟 他這個是 他這個原來是這個 他叫做壯闊臺灣聯盟 但是我們這個英文的翻譯是往前走的意思 往前的一個聯盟 forward alliance 那麼誰是理事長呢 這個enoc 這個大家應該不陌生 就是所謂的吳怡農 enogu enogu 好 那麼這個壯闊臺灣聯盟理事長呢 enogu 就是吳怡農 那麼他join 聯合了several 數個 好幾個這個couselers 也就是所謂的 司議員呢 以及couselers candidate 這個候選人 這個是候選人名詞 也就是他聯合了司議員跟司議員的候選人 尤其是現在這次也很多的這個 除了這個 這個縣市首長的選舉之外 還有這個議員的選舉 議員選舉 所以說整個可以說現在是戰況非常激烈 到這個禮拜六 哇 我看一堆人都開始準備要看票 非常的激烈 好 所以 那麼to sweep 他們呢 是這個去什麼 sweep the sweep 好 這個是我們經常 這個叫打掃的意思 打掃接到呢 掃接什麼 掃就是敗票 那這次的選舉很多出 這全部都是 在這個尤其英文的這個這個文章裡面 很常出現這個 sweep the street 就是掃接敗票 掃接敗票 現在我看應該全部總動員 因為這個最後剩不到幾天了 全部衝刺 全部呢 你可以說藍綠白 藍綠白 三 還有五黨籍的 就個人的 個人的 也有很多 那全部都 像台北就很多了 選市長不是只有藍綠白 還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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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就全部總動員 to sweep the street on Tuesday 我記得好像還有 包含里長的選舉 這次超多的 非常多 可以說是禮拜六 可以說是 總決戰 總決戰 所以 在禮拜二 那麼他們就開始進行掃接 那這個呢 掃接是 是為了這個所謂的公投案 可不是為了要選 這個縣市長 那麼 That's here 讓我們來聽聽來自於他們的一個行程 就是他們為什麼這麼堅持說 就是要這個18歲能夠具有投票權 那麼 Enoch 這個 We know 那麼他是 相當的這個 這個鼓吹這樣的一個活動 我們看他的理由是什麼 那麼 這個 Forward Alliance 他說了 以下是他說的一頓 我們把它 這個翻出來 As you all know 如同你們每個人眾所周知的 You can serve 你可以呢 服役 這個serve 就是服務的意思 這個地方是指 服役 當兵 就每個人都有這個 當兵的這個義務 當兵這個義務 所以 You can serve in the military military 就是軍事單位 軍事 那麼這個就是serve in the military 就是服役 大家都必須要服役 那麼 身為 As young as 到達這個18歲 18 當然有些是因為 就業的關係 這個什麼 不是 舊學啦 升學的關係 後來會晚一點當兵 但是 不管如何都一定要 每個身體 身心 非常正常的 一般的男生 在台灣呢 都必須要服役役 必須服役 好 那即使這個 年紀多大就可以當兵 18歲就可以當兵 18 那麼serve in is the most extreme 那麼服役呢 這邊就變成一個動名詞了 服役 是最extreme 這個就是我們以前這樣講 就極端的 極端 它是一個最極端的 sure 就是展示啦 有些什麼叫present 展示 什麼展示呢 support for our nation 對我們國家的一個支持 當然 每一個人都有這個 保護自己國家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責任 使命 非常重要的責任使命 那麼 那是因為呢 we have to swear 這個swear swear 這個wear swear 這個swear 就是一個發誓的意思 動詞發誓 就是必須宣誓 都必須宣誓 就是 we will stand up 我們必須站出來 for our country 為我們的國家 in battle 在戰爭的時候 battle battle是指 戰事 戰役的時候 有發生戰役 發生戰役的時候 那麼後面還有兩個字 那麼沒辦法寫 所以它叫做 if necessary 如果必須要的話 每個人都必須站出來 其實不只是當兵的人 包括 不管你老弱父母 所有的人 必須團結一致 全部站出來 來保衛自己的國家 是一定的 就像我們看到烏克蘭 這樣的情況 全部打大消遣 全部站出來 一律的 全體團結一致 這個就是 所以它是以這樣的情況 來說明說 既然是這樣的話 18歲 能夠守護自己的國家 當然18歲 也能夠投票 當然這個就 看大家 每個人的想法 是不是 能夠支持 提出來這樣 那也有人 從這個 這個議員 從這個 婚姻的觀點 或怎麼樣 很多各種不同的這個 他覺得非常 正當的理由 需要 能夠讓18歲來投票 那麼就看大家 在最後的關鍵 能不能覺得是OK的 就投下他的神聖的一票 這個就是 整個一個 我們今天所提到的 有關於這個 18歲的這個 修正案 就這樣問題 好 那麼 整個 我們今天的新聞 就播報到此 當然整個內容 如果對大家的講 是有幫助的話 別忘了 訂閱按讚分享 並隨時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已接受到我們最新最新的編訊 請期待 下次新聞英語見面 謝謝